国际上,有些人的声音啊,讲新疆,还有什么集中营啊,再教育,再教育这个营利啊等等。 这些说法纵粹啊,是有些人在捏造说谎,而且呢,非常荒谬。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疆代表团3月12日进行开放日活动,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在回答外媒记者有关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问题时表示。 考察的过程中,他们也提到这个问题,国际上有这种说法,我们说那你就可以去看看我们的这个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来访者呢,都亲自去参观和我们这个教育培训中心的学员们进行交流。 而且呢,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教育培训中心并不像个别的一些媒体讲的。 说是那样,月代学员啊,限制自由啊,实际上我们这个中心啊,是一所这个基素质的学校。 在这里边的学员呢,都是免费时速,学语员,学法律,学技能。 薛克莱提还引用了副教培中心采访的英国路透社记者的报道。 说学员似乎没有看到有人受到虐待,他们可以与家人打电话,他们可以得到亲征食品。 此外,薛克莱提指出。 我们新疆教育培训中心啊,严格落实按照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充分地保障学员们的人格尊严,不受到侵犯。 严禁以任何方式,被教育中心的学员进行人格侮辱分裂的,充分地保障学员们的人生自由。 实行技术制的管理,学员可以定期回家,有事随时可以请家。 同时呢,我们也特别保障学员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 充分地尊重和保护不同学员,民族学员的一些分数习惯。 充分地尊重和保护学员们的宗教信仰。 同时,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教培中心内部禁止传教,禁止举行在教培中心的宗教组织。 禁止成立在教培中心里面的宗教组织,禁止在教培中心设立宗教场合。 但是呢,学员可以在回家以后,或者是结业以后,你可以自由地同时正常的宗教。 教培中心经常还办很多分数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 学克莱提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境内外三股势力在中国新疆策划并组织实施了数千起系列暴力恐怖事件。 据学克莱提介绍,新疆坚持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预防,即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又重视开展源头治理。 此外,学克莱提还介绍了学员们通过教育培训发生的四个明显变化。 就是,大家在教培中心啊,学语言文字,特别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这个能力大大的提高。 第二个就是法治意识增强。 第三个呢,就是职业技能明显提升。 第四个感受呢,就是职业技能明显,在我们新疆效果非常明显。 学克莱提表示,通过学习,绝大多数学员都能够认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本质和危害。 明辨是非,抵御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明显提高,脱贫致富的愿望明显增强,对未来充满信心。